好 我们再来看新加坡 十多年前 新加坡还是一个养酒盛行的地方 习惯喝中国白酒的人是寥寥无几 但是通过一位华人的努力 不仅在新加坡打开了中国白酒的销售市场 还让中国白酒在新加坡越来越受欢迎 那么这位华人是谁呢 您看 画面当中 这位叫做云伟龙 今年56岁 祖籍海南文昌 十几年前 云伟龙在一个朋友的邀请下 一起做酒业公司 当时他先是进了两个货柜的茅台 甘红葡萄酒 但是没想到 这个酒根本在当地卖不出去 因为当时新加坡人都不了解中国制造 再加上他的酒在价格上没有优势 最后只能通过各种展销会活动 免费送出去 尽管血本无归 但是云伟龙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之后他和朋友一起到中国考察 他决定改卖茅台白酒 回到新加坡之后 他设立了一家茅台专卖店 这回他一心一意做市场 还进行了很多新的尝试 比如说将中国白酒和果汁混合在一块 调成可口的鸡尾酒推广等等 那个时候呢 正好赶上中国与新加坡经济贸易往来的增长期 也为云伟龙带来了发展的幸运 十年间云伟龙呢 稳扎稳打 事业是越做越大 如今 他已经做成了中国多种知名白酒品牌 在新加坡的独家代理商 多种知名白酒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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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